Hi everyone,我是Kennigy 歡迎收聽尬聊音樂 快點來聊天啦 哇,農曆新年過完也好幾天喔 甚至好久不見啦 我這一年真的是放置一個很長的假 所以我在過年這段期間 沒怎麼再聽歌 但還是有聽到一些蠻好聽的歌曲 想要來介紹給大家 只是在開始之前呢 我蠻想問大家說 在這個新年的假期當中 大家的體態有沒有 往橫向發展好幾公分 我認真覺得過年期間 你真的就是不要再想說 去思考會不會變胖這種事情 因為你沒有辦法控制啊 對不對 從除夕那天開始 你們家的食物 就只是會源源不絕 我們家冰箱的剩菜 真的是滿到我打開一看 我說哇塞 居然是阿嬤的冰箱 我真的覺得阿嬤的點點點啊 就是快要變成一種統稱了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今天會想要介紹這首歌的原因之一 而這首歌也應該是我這幾年來 聽過最貼切的一首歌 就是來自博恩跟喬瑟夫的 阿嬤我真的吃飽了 很適合在這個過年之後 嗯 介紹這首歌給大家聽 因為他們其實在春節連假的第一天 也就是2月10號就發行了這首歌曲 然後是由博恩填的詞 主要的內容就是在業配 我認真的啦 你們如果去看MV的話 就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那除了業配之外呢 他主要的內容就是在講說 年輕人理想背景打拼啊 然後終於在過年的時候可以回老家 阿嬤就會一直覺得我們都沒有吃飽 瘋狂的甜鴨式的塞食物給我們 所以你知道嗎 過年期間就會有很多年菜 像是有佛吊牆啊 還有紅燒魚啊 然後又有什麼 主角麵線啊 滴咖口酸汗 最後還有水果 那我們家最厲害的是 我們有喝不完的蘋果嘻打 真的很可怕 我有時候都覺得我阿嬤是不是有入股蘋果嘻打 然後還有麵仔 對啦還有麵仔 你知道過年真的少不了他們兩個耶 解密好夥伴 這是喝不完的蘋果嘻打跟麵仔 然後呢 其實從吃很飽的午餐之後 就開始會有吃不完的零食 像什麼花生 瓜子 開心果啊 魷魚絲 雪魚絲 蜜餡 那我們家通常還會出現蒟蒻乾 就那種乾的 一條一條的 或者是一片一片的那種都很好吃 反正就是有各式各樣的零食 陪伴我們度過 就是下午切衣美好的時光 然後 當你覺得就是覺得 吃完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哇賽 OMG真的好飽喔 好撐好滿足的時候呢 他們晚餐已經足夠了 超可怕的 真的超可怕的 這樣的循環 差不多會持續到 初四啊 初五 但其實我們家真的蠻可怕的 就是說 因為我爺爺奶奶都不在了的關係 所以我們家的過年都是我在家裡 然後跟爸爸媽媽還有姐姐 就我們四個人一起過除夕 那想當然我們家就一定會有自己家裡的年夜飯 但是從初一開始 我們基本上就是到處的走春 可能出去出去玩 初一出去玩啊 然後 初二又回娘家嘛 那我剛前面提到的阿嬤就是我的外婆啦 所以初二回娘家 我們通常會在台北可能待一個 一天 就是初二初三 有時候會待到初四 不一定這樣子 所以 真的是吃到懷疑人生 那因為我們家只有四個人嘛 所以不可能一天把除夕當天的年夜飯給吃完 所以通常都是要等初二初三 真的是回家之後才會慢慢開始清這些聖菜 那今年呢 我現在要錄Podcast的 這個叫做什麼 日期 我看一下喔 2月19號 嘿沒錯 就是 今年我吃到2月19號 也就是整整吃 我看一下喔 除夕是10號嘛 對 整整9天 一個多禮拜 我們家還在吃除夕剩下來的 省菜 我都好希望他們臭掉 真的是太多了 太可怕了 很崩潰 就是同樣的東西吃一個多禮拜 那為什麼我前面說 他們這首歌是業配呢 是因為他們這一次啊跟那個蝎腳亭 就是首要飲料蝎腳亭所合作出的一首歌曲 那歌曲當中有兩段非常跳痛的橋段就是來業配蝎腳亭的 我覺得這個操作很成功耶 因為呢我自己是不怎麼喝手搖飲料的人 然後也沒有習慣喝啦 就不愛喝 可是這次我聽完 就是這首歌曲的時候 我先說如果我真的要喝像是什麼 同事要訂啊 我不訂好像很奇怪 我基本上只喝奶蓋系列的商品 就是奶蓋系列的手搖飲 因為我是覺得我平常不喝 那我既然要喝的話 我就要喝我喜歡的 所以我喝手搖飲料不會 不會要求要喝的特別的健康 或是點什麼茶類啊 或是無糖的 沒有沒有 就是我想喝甜的我就喝甜的 所以我有時候會 可能會全糖半糖微糖不一定 但是我不會喝無糖的手搖飲 但是主要就是因為我平常不喝 我聽完這首歌之後 我是認真的很想喝喝看 爆爆水果茶 我這幾天都在找我們家附近 到底有沒有蝎腳亭 然後我還特地問我學生 因為他們開學了 就是開工之後他們也開學了 我就問我學生說 你們到底有沒有 就是學校附近有沒有蝎腳亭 我真的是很想要買來喝喝看 那只是因為過年 就是那一段期間的零食啊 飲料都還有剩 只是我想說 嗯好吧 那我就先把過年這些零食飲料先清完之後 找個時間再來去喝喝看爆爆水果茶 是不是很成功的業配啊 超佩服他們 而且自從博恩就是夜夜秀結束之後 他就一直在出單曲 我印象中就有健身的啊 還有那個台灣嘛 然後還有合作歌曲 所以除了最近這一首歌 就是阿媽我真的吃飽了之外 他其實還有跟吳卓妍合唱一首 這就是R&B 兩分多鐘短短的 但是我覺得算是滿好聽 也很鬧的一首歌曲 大家也是可以去聽聽看 而且我覺得他完完全全 完完全全可以出一張喜劇專輯 不一定要跟著他的演出才發啊對不對 就是他如果真的有心當歌手 我覺得是很多人會買單的 畢竟博恩唱歌不難聽 他不是真的 他的歌聲不是來搞笑的 他的歌聲是可以的對不對 所以就是今天 其實今天我原本還想要再介紹 另外一首歌曲 其實呢講到過年我真的有好多東西可以分享 我今天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比較過年 就是前幾年過年期間我比較遇到 算是蠻精彩 然後大家都可以到處講的一個故事 我先跟大家預告一下啦 就是這一首歌 不是這首歌 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呢 就是也是有關於吃太飽 的故事 就是過年吃太飽 它也是發生在過年期間 所以這個故事真的是比較符合今天這首歌的內容 那如果我講完之後還有一點時間 我再去我再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另外一件好笑的事情好了 也不能說好笑的算是警示 警示 那這個故事我覺得它雖然精彩 但其實也是蠻可怕的 所以我先預告一下 如果你現在是在吃飯 然後聽我的Podcast的話 我建議你直接快轉這一段 不然就是先跳過 啊不然就先關掉好了 等你真的吃飽了 覺得OK了 你再把它打開來看 因為它不是都有上次聽到那個 對 因為我真的覺得蠻屌的 好 這故事這樣子 就是有一年過年呢 因為我們都吃很多嘛 那那一年當然也是不例外 也是吃很多 那大家知道 你東西吃越多 你排泄出來的量 自然也不會少到哪裡去 但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就真的也是沒什麼 因為我就是已經很習慣我過年的時候 大便的量都會非常非常的多 那基本上都是會大超過那個水平面商 滿坑滿谷的意思 對我自己是覺得還好了啦 但我每次講我爸媽都還是會覺得我很扯 但我要先說我們家馬桶 不是那種矮胖式的馬桶 大家知道矮胖式馬桶嗎 就是它真的是比較圓 然後比較淺一點 然後它就是有那種很像 回轉 啊不知道很像那個什麼 嗯 有些那個水上遊樂園 是不是有一個很像大漏斗 那種東西 對有些馬桶不是矮胖 它就很像那個大漏斗 隨時從便便這樣子 旋轉轉出來的那種 沒有我們家不是那種 我們家比較像是百戶公司那種 高壽型的 高壽型的馬桶 所以其實它的水位自然就會真的就比較多一點 然後也比較省 那我能大出那個水平面就真的代表我的量真的是多 因為我就吃很多那沒辦法 隔天就 通常我過年期間上廁所都會 可能要有20分鐘 這20分鐘是不會停的喔 它是源源不絕的喔 呵呵呵呵呵呵 源源不絕的 對好 那就是在那一年的時候 也是過年 然後一如往常的那一天又來到了這個 舒壓的快樂時光 然後那個時候也是就是這樣 啪嗒啪嗒的唱唱快快唱 那就當我已經結束的時候呢 我抽了衛生紙 要往後擦乾淨我的屁屁 結果呢 當衛生紙碰到我的屁屁的時候 我就突然感到一陣冰涼 就是很冰這樣 嘶 這樣我想說 靠 怎麼會冰冰的 我都還沒擦 我只是碰到而已 就很冰喔 我就趕快把衛生紙拿起來看 結果一看就是 我心裡就是百感交集 呵呵 因為 我前面有什麼 量很多嘛對不對 那他 因為我 就是我看完之後 我就往下 就再看了一下 就是 他除了已經 超過水平面之上以外呢 他在水平面之上 已經形成了一個小型的金字塔 呵呵呵 所以當我把衛生紙往下伸的時候 那個衛生紙的邊邊 就是不小心的碰到了金字塔的頂端 然後 我就把這樣子已經遐帶了 黃金的衛生紙 直接往我的屁屁給碰下去 所以他才會 冰冰的 啊那你說 那你為什麼 你會問說為什麼是冰冰的 因為 過年的天氣很冷啊 對不對 那個金字塔都要快變成富士山了 呵呵呵 喔那一次 真的很可怕 因為 我得知那個冰冰的東西來源之後呢 我就確認一下 剛剛那個冰到的位置在哪裡 好像已經 碰到蛋蛋了 呵呵呵 呵呵 我就趕快又拿 就是又把 又折了兩張衛生紙 趕快 把 就是碰到那個地方 擦乾淨 呵呵呵呵 真的是很不可思議耶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 看到 金字塔 然後也是第一次 碰到金字塔 欸好險不是我的手去碰到金字塔 只是那個 衛生紙去碰到金字塔 真的 從那一次之後啊 我就真的會很特別注意的去擦屁股 就如果啦 如果那一次的量 我已經發現它已經超過水平面了 我就會特別去注意它 是不是 就是 好險你們有把那個 飯先吃肉 呵呵呵 好啦 這個故事是我朋友故事啊 不是我的 對啊 是我朋友故事 我覺得以第一人稱來闡述 這樣比較方便 真的 就是 欸我朋友真的很誇張 呵呵呵 真的很誇張 呵呵呵 但是 好這樣 反正既然就已經講到大號 我就繼續跟大家講一下 我就是 我對大號的一些 小規則 就是不知道大家啦 就是有沒有過 呃 上大號的時候被 濺起來的水 碰到 也是碰到屁屁的經驗 那其實 其實這個事情蠻困擾很多人的 就是 不知道該怎麼辦 有些人就會選擇 在大之前用蹲的 就是可能離 水面比較遠一點 就是那個距離拉開 就是可能就碰不太到 那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麼處理這樣一個狀況 我這邊有一個小小的解決方法 我覺得還蠻實用的 就是 不知道你先蹲著還是幹嘛 也不知道你趕快站起來 也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說 呃 你先確認一下你們家的衛生紙 是不是那種 可溶於水的衛生紙 如果是的話 呃 它好像你們去看一下它的後面應該都會有寫啦 就是說 呃 本產品可溶於水 然後可丟入馬桶 那一種的就可以 那它的那種衛生紙 你們可以試試看 真的是 沖一沖沖一沖 它就會自己溶掉 挖解掉那一種 那個就真的是可以 你擦完屁股直接丟馬桶 然後讓水沖掉也不會 讓你的馬桶堵塞的 對 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確認一下 你們家是不是那一種衛生紙 那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你在上廁所之前 你先丟一張衛生紙到馬桶裡面去 然後讓它 就是它會自己浮在水面上 就會吸飽水之後 它就會浮在水面上 然後你這樣上廁所的時候 水就噴不起來了 這是真的有效的 我後來試過很多 我是有一天 常 忘記是什麼 啊我記得 我有一次 這也是 嗯 讓你們覺得 可能不會這麼浪費衛生紙的一個 就是方法啦 就是說 我那一次 第一次是因為 那個 我們家的馬桶 坐墊 坐墊 它上面有一點點小水滴 然後小水汁這樣子 我想說 我就先把它擦掉 可是因為我們家的 廁所的衛生紙 一直都是可以直接丟馬桶的 我來 就是我們家這樣子 好幾年 就是 開始可以買這種 可溶於水的衛生紙之後 也嘗試了 應該現在五六年了吧 就是馬桶目前沒有堵塞過 所以它是真的可以溶於水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擦完之後 我就順勢的把它丟到馬桶裡面去 然後再上廁所 就是從那一天開始 我就發現這個 這個方法 可以完全的防止水溶上來 所以我就 還不錯 第一個 你不會覺得浪費衛生紙嗎 因為你就是先擦過一遍 所以現在我上廁所 我都會先擦過一遍 就是擦過一遍那個坐墊 然後再丟上去 而且我會 後來會真的很重視 那個水溶起來這件事情 是因為 我有一次 在打工的地方上廁所 然後也是被水噴到 但我當下是用 趕快馬上擦掉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太噁了 就 很噁心這樣子 然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真的 環境可能太不乾淨吧 我隔天直接在我的屁屁上面 就是 邊邊的地方 就可能是見到的 左右範圍內 長了一顆超大的頂啊 頂它就是那種 巨大型的痘痘 它也不會 它也不會怎麼講 就是它也不會有那個農包 它就是很紅很紅的一顆 然後超級大顆的長在那邊 所以我也沒有農可以擠出來 什麼都沒有 但它就是長在那邊 超級痛 就是我完全沒有辦法做好 呵呵 因為你做下去就是會痛 我後來有問啊 我媽說 可是我這個不可考 你們可能知道 要去找一下資料 就是說好像是因為 比較不乾淨 才會長這樣子的東西 對 所以就是從 那時候開始 我就 就是一定要先擦乾淨 然後如果我在外面上廁所的話 我一定要在電子上面鋪 因為現在不是很方便 有一些 就是那種拋棄式的坐墊嗎 就是讓大家不會 都一直接觸到那個坐墊的那種紙 對 那如果沒有那個紙的話 我都會墊衛生紙 我覺得這樣也是 保護自己保護其他人 對 那我一定會在馬桶裡面 丟一張衛生紙 防止那個水噴起來 對 我覺得這一集完全離題耶 我標題應該要答說 尬聊音樂 第幾集 阿嬤我真的吃飽了隻 吃太飽後一陣 真的吃到 好 我講完這個 上廁所之後 再講另外一個好了 也是我有一年過年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因為 現在其實大家 因為疫情的關係都要戴口罩嘛 那我知道很多人是因為戴口罩 然後會長 就是很多痘痘啊什麼的 然後我記得我有一年 那一年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我媽 我們家發現 就是我爸媽發現 我們家附近有一個 類似那種批發店 他是專門在賣零食食物的那種批發店 所以 他就是一間很大很大的工廠 然後裡面全部都是零食 所以你想得到什麼開心果瓜子啊 有一些那種什麼胖 漢堡包啊 就那種糖果餅乾 他全部都是很大量很大量 你一次買可能就要買個 一公斤兩公斤 或是一整袋那一種 然後很便宜 就是比外面市面上還要便宜 因為他就是 等於他沒有他就是 因為他已經是批發的工廠 然後自己自己出來賣 他除了批發給 一般的那種零售商或是夜市啊 或是菜市場那種零售商之外 他自己也開放一般的民眾 可以去跟他們的工廠裡面購買 但是你買的量就真的要多 然後那一年呢 我們家就是買了五公斤的開心果 因為第一個要拜拜 然後第二個我們家人愛吃這樣子 然後那個開心果非常的好吃 真的是很好吃 但是五公斤大家知道多多嗎 就是你從初一 從除夕開始吃 吃兩個禮拜也吃不完的那一種多 你每天毛起來吃都吃不完的那一種 因為他真的很多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買那個 我那天我那年過年非常開心 因為我就是狂吃 可是 好死不死我的體質就是 我只要吃什麼就長什麼的人 所以 我如果熱量攝取太高 像那種堅果類攝取太高 我就會長痘痘 那如果我什麼東西吃太多 我的身體就會馬上有就是 很外顯的症狀會跟我講 我這個東西吃太多 所以我有一年 我也是芒果吃太多 我的皮膚也是 後一個禮拜也是呈現 就是那種很辣黃的膚色 很可怕 就我皮膚反應這種東西 很快速也很明顯 然後那一年因為我吃了太多的開心果 我每天真的是早三餐吃 我的痘痘就是好像到初二吧 我痘痘真的是長滿臉 長到我真的覺得我是不是尋麻疹 很可怕 非常非常可怕 我已經除了國中青春情那個時候 有長痘痘之後 我已經很少沒有長過這麼可怕的痘痘 就是從下巴一路長到額頭 整個都是尤其嘴巴附近最可怕 嘴巴鼻子啊 超可怕那個好像是開大party 你知道嗎 痘痘刺激大派對呢 然後開那種一個月一個月不停歇的 很可怕真的很可怕 後來因為 我的體質真的是吃什麼長什麼的人 所以我那時候的解決方法 除了就是有擦一些 五國界那時候推薦我的一些保養品之外 我真的就是狂喝水 然後趕快把熱量然後代謝 就是那個熱量降下來 就是我那時候真的是狂喝水 也沒有特別幹嘛 然後擦那個保養品 但是那個痘痘真的是持續到 因為他真的長太多 然後很多都會就是會爆掉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那時候 哇我那一年過年完 我整個人好消極喔 真的 我完全不想出門耶 好像那時候好像還要上課 我記得是大學的時候 對 所以我完全不想出門耶 我連去學校我都覺得好懶 就是不想上課 我甚至在就是開學第一天 還第二天我還翹課 就是因為我痘痘長太多了 很恐怖也消不掉 真的只能 我那時候就是狂喝水啊 然後幹嘛的 就是盡量不要再去吃一些熱量很高的東西 然後堅果類那些是完全不碰 炸的也不碰 就真的只能是這個樣子 我才 我後來才把那個痘痘跟痘疤給消下去 所以 你知道為什麼過年會這麼可怕嗎 是因為過年完 其實又馬上遇到元宵節 那你元宵節已經在二月 三四五五月馬上就有端午節 又要吃種子了 所以其實台灣的節慶 應該說中中華民俗的節慶真的很多 我們 其實一方面來講 我們是我們算蠻幸福的 就是我們節慶很多 可以吃的東西很多 你看冬秋節又有月餅啊對不對 月餅又烤肉 端午節吃粽子 然後還有什麼 清明節 啊對 四月還三月就清明節了 清明節就是吃那個嘛 潤餅喔 還是春捲 那是吃 那是潤餅還是春捲啊 就是那種包 然後裡面要塞 花生粉啊 控肉啊 高麗材的那個 對 我們就是吃不完的美食啊 過年真的是最可怕的 過年開始吃 你如果不停就真的是不停了 所以我現在 我從初 初二還初三 回到家 我初四就去健身房了啦 一直到現在 對啊 就是 還是不能讓自己的 啊 因為我 大家如果知道的話 我就是 算是蠻 勤運動跟健身的一個人 然後我這一次過年的時候 回到 就回外婆家 欸 我 親戚竟然說我是變胖 我心情糟雜的 不想說我健身健這麼辛苦 然後你們說我是變胖 可是因為我沒辦法 我都會吃多就是最快反應就是在臉上 所以我要嘛就是肚子跟臉會先大起來 好像這是男生的 男生體質原罪對不對 就是肚子跟臉會先胖起來 然後我瘦一定會先瘦小腿跟大腿 就是我的腳是最快瘦的 所以我真的是 然後吃這種飲食跟健身真的是一門大學問 我到現在還在跟他們做 算是做平衡跟一些調整 對啊就是你除了 除了知道自己怎麼 什麼東西可以吃什麼東西不能吃之外 你還要知道自己的體質長什麼樣子 然後跟什麼樣的方法 對你自己來說是最有效果的 對 哇今天真的是大離題 完全的完全尬聊 好啦新年的第一集就是尬聊下去 對那我們現在 我就下一集再來介紹一下我 這就是這個過年聽到一些蠻好聽的歌曲 然後有些新的歌手 我也覺得蠻值得去介紹給大家 他們有些不一定是新的人啊 但是他們可能好久沒有出現了 那我覺得 這些新的作品是蠻值得讓大家去分享的 因為真的是很好聽的歌 那我們這下次再見 因為我覺得時間差不多了 新年算是一個特別節目好不好 就是來分享一下我的黃金石 我朋友的黃金石 對 對好那麼就下次再見了 拜拜 嗯 對 哈哈哈 書